在湖南汝城县沙州村 三个女红军寄宿许解秀老人家里 临走时啊 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 剪下一半给老人留下的 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 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 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